罗伯的亲戚从越战回来后 他的父爸爸就鼓励他第一份工作去从事销售行业 因为可以提升自己的自信和与人交往的能力 而这正是必项线企业家需要具备的 其实无论哪个行业 要想和人们的关系不断升级 最重要的就是要交换信息 但有的朋友可能跟我以前一样 就是见到别人时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我们是问还是等对方说 实际上多数人在人际交往中都是比较被动的 直愣愣的去问人家呢 好像查户口似的 别人也不舒服 那正确的方式就是你先介绍自己 你想换什么信息 就先告诉对方自己有什么 比如聊天的时候 如果你只是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 做什么的 然后对方也自然而然的 就是介绍一下他自己和做什么的 那这种自我介绍就不容易拉近距离 我们经常说对人要诚恳 那这个道理实际上谁都知道 而且大家都认同 但有没有发现 在生活中有的人就会给人感觉比较诚恳 而有的人好像你感觉不到 原因在于诚恳它不是一个理念 它是一个动作 就是当人在自我介绍的时候 比如介绍自己名字的时候 你可以说一下我的名字是谁起的 它是一个什么含义 你多说一些半公开信息的时候 人们就会感觉到你这个人比较诚恳 所以交换信息的时候 你想换什么 要先告诉对方自己有什么 多说几句自己的情况 这样在聊天的过程中 就会找到共同点 人都喜欢喜好想法 跟自己相同和相近的人 另外人比较熟了以后 适当地透露自己的一些隐私信息 无形中就会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 当然人际交往和交流中 并不需要用太多的什么技巧 我还是相信人和人之间真诚和坦诚 才是最有力量的 当然我们要想和更优秀的人去交往 我们还需要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 因为我们很努力 如果输在形象上 实际上是很不值得的 有时候自信心也会影响我们和人们交流的效果 我的经验就是 当我越不敢表达的时候 越应该去表达 越没自信的时候 越要和那些有自信的人去交往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内心的力量就像我们的肌肉一样 我们都知道肌肉通过锻炼 可以越来越有力量 我们的内心也可以越来越有力量 然后最终我们会变得非常从容 非常自信地和任何人去交往和交流 我们书友会希望用15年时间 带动一亿人读书 改变思维 思考致富 和一千个家庭共同实现财务自由 快来加入我们吧